第一场赛是1200公尺草地赛 第五集全体准备 闸门打开了 第一场正式开跑 先抢出来的马匹呢 就有太阳公正以及照星光在中间的位置啊 内侧呢就有我围快 更内蓝的位置才看到每位人生啊 紧接着他的身后外侧的位置赶上来的是皇冠之五啊 外侧还有大外蓝切入的十一太宝都去去抢前领了 那在这个皇冠之五的内侧呢就有瓦伦泰德 在后面呢是每位人生 现在已经落到马群的中后部了 在他身后外侧的位置有两匹圣像以及击中 在后面殿尾的是临家巅峰以及大望来 马群非常的紧凑 现在前领的守在内蓝位的是照星光 旁边就是十一太宝跟他斗前宿 更外来呢加入战团的还有皇冠之五 在这三匹马身后呢 则看到太阳公正以及瓦伦泰德 内侧的位置呢则是每位人生 更外来的位置呢是皇冠之五啊 现在先加速的就是照星光 中间呢还有一匹呢是加入战团的 就是十一太宝 十一太宝的外侧的位置赶上来的还有太阳公正啊 三匹马是你追我抢啊 跟后面的马群已经是有点脱节了 更外来的位置呢击中也赶上来了 但是稍微有点跟不上这个步速啊 太阳公正先出头先到终点 好第二名的可能是十一太宝也可能是击中啊 再后面才是每位人生照星光 跟住皇冠之五临家巅峰 我围快瓦伦泰德圣相 大望来啊正正常常的一场赛果 最后呢呃有两三波的这个争抢 但是呢最终呢还是消保会测齐这匹太阳公正啊 一次过做到 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四匹马这三匹马都是任何一匹赢 我觉得都正常 前面五匹回来都是正常的 那些三位数的冷门完全没有任何的招架能力 哇甚至第六匹你看就是八号了 所以非常正常的赛果 八号是需要碰到弱一点的这个对手了 一四二六五你看 好小宝会这场骑的非常的到位 呃可以说早段一看有这么多上去斗 他就留的稍微靠后一点 但是呢还是维持住那个步速 以背后面呢要迅速的去走位 击中就可惜在这里了 他你看等他从弯道进来的时候 他是最外跌的 对对也是施了很多位了 嗯 我刚才在那边找击中在哪里 这边哦 最外来 最外来 这个不划算的 对 然后十一泰宝是一步都没有实这个位 本来十一泰宝一度先出头的 对他就 我觉得到这个程度了 能接受这个结果